我們歡迎他加入國民黨 因為我讓他不敢 我就想借用這個機會 看看黃國昌 你哭我句實在 時代力量曾經說過 不要懷疑他消滅國民黨決心 我覺得到時候 這句話 所以他更要加入國民黨 他加入國民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關燈 現代版的周楚楚三 所以到時候2025 你說過的話都會留下記錄 我必須把他說過的話 告訴我們國民黨黨員 因為我很愛黨 不要懷疑我愛黨的決心好不好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 黨內不是沒有人 如果今天新北市 我們黨內都沒讓選 當然歡迎加入 那再說都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我們新北市 有很多的人 有意願想要來爭取新北市的大位 新北市從周期委 朱立倫 侯友宜 已經執政20年 民進黨絕對有野心 想要攻下這個大位 我們為什麼還有這個期間 我們才剛受傷完沒有多 1月13號 翻頁有些東西可以翻 有些東西翻不過去 傷疤會留在心裡一輩子 我說實在的 藍白核這東西 如果2026在新北 你願意跟他去談 那2028要不要談 這是黨這樣去做的明確的思維 我們還有兩年多的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over吕家凱的dead body 也可以我就會跳出來 對不對 但是我歡迎 因為我沒有跟黃國昌見過面 你如果願意來 我相信國民黨議員 我們可以跟你見面 告訴你 立委 國民黨 新北需要什麼 你在展現你的野心跟抱怨 什麼都沒有 只會放話喊話 你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新北市議員講的時候 你去跟台北市的議員 上個廁所問他 要不要選新北 為什麼不是跟新北的立委 跟新北議員說 我可不可以選舉 不要滿腦子都在想選舉 結果上廁所 想選舉也是他 晚上首立法院首頁也是他 對不對 你們考慮過新北市的想感受 沒有嘛 那個家凱 你下次廁所多久一點 他們會遇到 所以你氣的是 他在上廁所 沒有問題 我是覺得他沒有尊重 新北市民 跟新北市民旦 我覺得民眾黨他應該要扮演 就是我覺得就是像是 許好欣講的嘛 什麼正義的卡 這個什麼 我是卡提諾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比較像是 正義的卡提諾防線 什麼叫卡提諾防線 都是在側風向的 我要來講 為什麼他們那個時候都沒有表態 因為我覺得他們根本都是覺得說 好反正我不表態 不會被民眾發現 結果就被民眾發現 你剛好嘛 你不只小藍巴又出現了 都沒有頭 你都沒有頭 然後你人都沒有出現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一個政黨 因為民眾黨其實確實 在這一次選的是選得很不錯 他確立了自己一個地位 叫做第三大政黨 我覺得是這件事情 那你身為第三大政黨 你代表的是三百多萬張的 這個所謂政黨的選票嘛 那有這樣子人民的意志的時候 你居然去 你也可以按氣權 結果他連氣權都不敢按 他連同意也不按 他連不支持也不按 那大家就覺得非常的反彈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樣 其實他這樣也沒有辦法 討好國民黨基層 國民黨基層就會說 你看 你看民眾黨根本就是不支持我們 你看不然他們總都不按 那結果民進黨的一定就說 你放水嘛 但是又來講 民眾黨的支持者的想法是什麼 天哪 難道連這一題你都要放棄 我覺得更可惡的是這樣 我覺得人是這樣 你做了要有擔當 對 你就不要昨天半夜 還發了一個臉書說 台灣民眾黨不會支持 做即既往的 過去現在都一樣 不要再噴口水了 我就問 為什麼大家會噴你口水 因為你就沒有去嘛 如果你黃珊珊今天去按下不支持 你講這個話 我覺得你有gut 對 但是你今天是什麼樣 你是昨天晚上是想到了什麼 然後才寫了這段話 想要跟民眾黨的黨員們解釋跟安撫 我覺得這個非常沒有道理 包括連陳昭之也是啊 你在那邊吱吱吱吱什麼 你今天是一個立法委員 那我就覺得原因是什麼 我跟你講 一定是因為地方反彈很大 不只是台中嘛 花蓮其實也是啊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 這樣子的話 就一個問題嘛 你2026你黨性如此 你到底要怎麼選對不對 那你要跟國民黨合作 看來合作不起來 你會缺乏什麼票 叫做中間選民 我不認為民進 沒有 我不認為這個 所謂柯文哲會去擔心 民進黨的支持者不會來投給我 那早就已經不會了 他擔心什麼 他擔心的是中間選民 跟年輕人的選票 所以今天不管是黃國昌 他說什麼 翻頁翻過去了 又翻頁 所以我真的覺得天啊 我覺得這就像是 男生跟女生要在一起 結果呢 今天忽然間說 I'm sorry 詹咪拍謝 I'm sorry 沒有 就這樣會傻眼的嘛 所以我真的就覺得就是說 這個民眾黨現在的問題 就出在柯文哲的領導無方 他真的不懂立法院 到底要怎麼樣去進行 這些所謂國會的程序 剛講他不懂程序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認為柯文哲跟黃國昌 並沒有做好良好的溝通 結論就是什麼 七點半開會 越開越爛啊 所以買T恤的那些人 應該要退貨 這是之前在台北市政府 流出來的首長互評的內容 我們看 副市長 當時的副市長 現在已經是前副市長 彭正生 人家對他的評論叫做 說的比做的多 願做歌 我先亂讀喔 然後再來這個是 蔡炳坤也是副市長 守舊 缺乏創意 秘書長陳志明 缺乏調和鼎耐的能力 慘發局長林聰杰 五年沒像樣的戰策 然後這個是警察局長陳家昌 畏守畏畏 微微諾諾 還有這個是什麼 都發局局長黃錦茂 能力擔當沒一樣及格 能力跟擔當沒有一樣及格 這怎麼流出來的 就流出來啦 什麼匿名評分 什麼不會對外 隱秘性絕對無虞 這一下 所以這是一種內鬥的展現嗎 其實大家看到很清楚 這完全就是無碼流出 連馬賽克都沒有 勢裸裸的就給你們看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很誇張 為什麼其實還有局長 是因為他被評負評 然後有三次 柯文哲就拿這個理由叫他走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 這個負評叫什麼 這叫做鬥爭的工具 誰鬥誰 皇上拿來鬥爭了 我跟你講 柯文哲 我跟你講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 他要建立自己 叫做滿分的男人 為什麼 他從來都不服輸 考試都考第一 所以他這一次 因為很多黨內有很多的紛爭 他就要透過這個評比 告訴黨員們說 我柯文哲黨主席 我拿的是滿分 我第一名 你們不要再給我任何意見 你們這些 不管你是拿蔥的 拿芭樂的 帶小草的 你們都要知道 都要聽我的話 因為他第一名 第二個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評比機制很有趣 為什麼 你居然要登入你的電子信箱 不是例名 我登入不就是我就知道我是誰了嗎 誰寫都知道 所以剛剛講 柯文哲一定會拿到滿分 誰敢登入之後寫 突破盲腸 對 因為他登入嘛 對不對 好 接下來你登入了之後 柯文哲收集這些可以幹什麼 假設如果 身為充粉的我就覺得不開心了 假設如果柯文哲正在收集說 對 就是很多人在責怪都是黃國昌 一手掌握我們所謂的這個黨團 害得民眾黨的民調都跌 像陳昭之他的評論就會說 總之要領導無能嘛 我就想投反對票就沒辦法投嘛 所以舉例應該很多嘛 像陳志涵就故意來一槍嘛 你看怎樣 哇 他就拿到這一些了對不對 在無碼流出給記者 直接給我國昌老師難看啊 對不對 本來是這個藍國昌 直接變紅國昌 因為很生氣 變成這個紅衝頭 絕對生氣的嘛 但柯文哲可以藉由這樣 就是說借刀殺人嘛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啦 另外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因為柯文哲 他現在也沒什麼事情 也沒什麼事情好做 但他也想要做一些內部檢討啊 譬如說像這個民眾黨 都在笑別人 什麼九萬塊的什麼面試啊 多少的 重點就是柯文哲 要用什麼依據去考人家 把他薪水調降呢 各方面 這就非常重要嘛 所以這就是皇帝 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來去這個斬首別人 或者是拿來去這個 搞別人的最重要的工具 因為我也不認識他 我沒看過他嘛 他來那麼多欣賞 那麼多場行動之禮 也不是來我的選區 他就來了新北29區的三區而已 我說實在我確實 29區的三區 是他鎖定哪邊 板橋新莊如舟而已 29區你只跑三區 我們土塑山 也很需要立委的幫忙 不管你要不要選 我說實在的 其實我一直沒有很欣賞 民進黨現在在台面上幾個大咖 這大家都知道嘛對不對 但是民進黨 我想說你民進黨你不欣賞誰 是王定宇還是誰 民眾黨 但是我必須說民眾黨 他確實很有他的心機 跟他的盤算 我說實在 大家可能都誤會民眾黨 你說實在 很多民進黨跟國民黨的人 我們是可以不要面子 可以要面子 但是不要理智 但是民眾黨的人 他說我可以不要面子 但我一定要理智拿到 等於說他是利益取向 他不是個人取向 我今天很多的事件 我只要我聲量目的達到 我管你其他人怎麼評我 我只要我的正面 達到大於我的負面 他就成功了嘛 我就從最簡單所謂的 那個黨產那個案件來看嘛 民眾黨6月7月他開始說明會 對不對 把國民黨抽罵了一通 對不對 結果他不出席投票 他對他的民眾黨可以交代了嘛 那國民黨你過了 也有人會感謝感謝代德嘛 對不對 他站在他的程度 有大過50%的人 可能會來感謝他 他就成功了嘛 黃國昌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對他招手 我就說什麼剛剛說了 為什麼我不想看到他的底褲 到底穿什麼顏色嘛 對不對 我就讓他不敢參加 不敢加入國民黨 你口口聲聲 大家不要忘了 2月26號 他說自己說的 2026的2月他就要辭職 不排除投入新北市長選舉 4月5月都不管透過自己也好 或是別人其他議員 或是明代來的方法說 他有一月想要選新北市長 都是你自己說的 但我身為一個新北市的地方議員 也有台北市的看不下去 但我覺得說我是地方的明代 你既然想選我們都歡迎 不管你要用什麼黨 你也可以加入民進黨去選 我們也不排除嘛 但民進黨一定會推給我們國民黨嘛 對不對 但是這件事情 你們自己搶過去了 我們沒有推 我們沒有搶啦 我們沒有搶 所以我們才要 我們歡迎他加入國民黨 因為我讓他不敢 我就想借用這個機會 看看黃國昌 你過去實在力量曾經說過 不要懷疑他消滅國民黨決心 我覺得到時候 這句話 所以他更要加入國民黨 他加入國民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關燈 現代版的周楚楚三 所以到時候2025 你說過的話都會留下記錄 我必須把他說過的話 告訴我們國民黨黨員 因為我很愛黨 不要懷疑我愛黨的決心好不好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 黨內不是沒有人 如果今天新北市 我們黨內都沒讓選 那當然歡迎加入 那再說都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我們新北市 有很多的人有意願想要來爭取 新北市的大位 新北市從周錫瑋 朱立倫 侯友宜 已經執政二十年 民進黨絕對有野心 想要攻下這個大位 我們為什麼還有這個期間 我們才剛受傷也沒有 1月13號 翻頁有些東西可以翻 有些東西翻不過去 那會傷疤會留在心裡一輩子 我說實在的 藍白河這東西 如果2026在新北 你願意跟他去談 那2028要不要談 這是黨戰鬥去做的明確的思維 我們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Over呂家凱的dead body 也可以我就會跳出來對不對 但是我歡迎 因為我沒有跟黃國昌見過面 你如果願意來 我相信國民黨議員 我們可以跟你見面 告訴你立委 國民黨 新北需要什麼 你在展現你的野心跟抱怨 什麼都沒有 只會放話喊話 你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新北市議員講的時候 你去跟台北市的議員上個廁所 問他要不要選新北 為什麼不是跟新北的立委 跟新北議員說 我可不可以選新北 結果最好是黃國昌還敢講說 不要滿腦子都在想選舉 結果上廁所想選舉也是他 晚上首立法院首頁也是他 對不對 你有沒有考慮過新北市的想感受 沒有嘛 嘉愷 你像是廁所多久一點 看會遇到 所以你氣的是他在上廁所沒有問題 我是覺得他沒有尊重 新北市民跟新北市民代 不可以這樣插隊嗎 我們歡迎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怎樣是對我們 嘉愷 你就把那個入黨申請書 寄過去給他就好啦 好像不錯喔 對啊 你要畫 他第一項不敢開第二項 畫語言為實際的行動才有力量